四水关守将陈奇 难怪他 站到帅堂前冷笑 还真有点啊 压箱底的本领 这功夫还真不简单 就哈哈大哈这么几声 这么连连的呀 把江元帅手下的名将 以及他的弟子 这都给捉来了 那金掌木宅部属于是江元帅弟子 他的徒职啊 可不是就等于是他的徒弟一样吗 这是不是哪吒跟李靖就不让了 哪吒急了 怎么 他用什么东西 把我两个兄长给捉了去了 就哈这么一声就完了 我让他哈我 仗前众将都乐了 怎么 他陈奇哪儿工哈你 在这说 那玩意儿 他不知道他这是什么邪术 甭管什么邪术 我得跟他较量较量 就在这时 郑伦将军压梁回来了 这交完令之后 怎么一听 什么 郑伦当时是火梦三丈 怎么回事 我师父在传授我这个本领的时候 就跟我说过 我这个本事啊 绝无仅有 就我一人会 就这哼的这么一声 战将就落马 现在怎么出现这么一位 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来会会他 大伙怎么一听啊 呵 一个个擦拳膜掌 怎么回事 激动的 哎 如果我家郑伦将军 要会会 这个四水关守将臣提纳 可就有意思了 他们二位 会打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这时有好多人就给郑伦将军出主意 我说将军 你不见他则已 只要一见他之后 你可先得哼他一声 你可千万别给对方留功夫 你要给他留出时间来 他这么一声嗷 您可就完了 郑伦越听啊 越生气 哪这是啊这是 列位 啊 之所以这么劝我 那是为我好 让我多加小心 我绝不会大意 好了 郑伦听说 这个敌将也使保处 只是坐地跟自己不一样 明天我见去他 第二天开过早饭之后 他就杀出来 官前一声大叫 要陈其出战 陈其 连连取胜 喝 这简直这份儿去见长啊 不慌不忙的 带着人马杀出关外 两下这么一列队 嗯 二将不由的 都有点发愣 怎么回事 怎么越看对面这位啊 这个个头啊 模样 年龄 长型 几乎都差不多 就是这个盔甲的颜色稍微差点 如果盔甲要都是一个颜色呀 那好了 快成双半一对了 嘿 不知是谁在镇前呢 大声喝彩 真有叫好的 整轮 上下打铃打铃陈其 就是你呀 你把金炸 木炸 打向南宫火 给捉的关中去了 你好大的胆量啊 拿命来 局处就砸呀 人家怕用手中兵刃 几架相还 两位就打上了 打了个二十几个回合 把正轮往外 这么一带坐骑 瞧了 怎么回事 只见陈其爷买马 圈出去了 几乎俩人啊 同时带着坐骑 勒住缰绳 同时回过头来 这位冲着那位 那位冲着这位 就这么一哼一哼 哼 啪 啪 俩人都从坐骑上栽下去了 窥歪甲鞋 摔倒在地 哎哟 这时啊 这两军阵就乱 也不知道是该叫好喝彩呀 是担惊受怕 哗的一下 军校全往前抢啊 抢什么呀 是各抢各的战将 这一趟忙 那真是七手八脚啊 这边把正轮给背回来 那边把陈其将军给驾走了 等各自全都回了队 从两阵脚才传出来笑声 这笑声把这个战鼓声啊 把罗声都给淹没了 可不大伙乐坏了 这仗 哎 算打出 打出新新二的来了 咱们打出花样来了 没见过这么打仗的 二将镇前 一哼一哈 哪位啊 哎 也没逃脱得了 全都让对方啊 有马上 给摔一下去了 你说这能怨谁啊 这呢 哎呦 郑伦伦不让啊 不让谁 不让他手下的军校 你们背着我干什么呀 把我放开 我还得跟他去较量 陈其那边 也直折腾 站在城楼上 关镇的 大帅韩荣一看 快快快快 明镜撤队 回来回来回来 哎呀 回来关中来 韩荣给陈其道寿经啊 陈其一句话也不说了 怎么了 他纳闷啊 我师父教我这本领的时候 跟我说过呀 只要我这么一声哈 就把对方三魂七魄 给他哈赛 他的魂灵就出窍了 你想魂也出窍 他还不从马上栽下来等什么呀 没有第二个人 在会这招数的了 那今儿这是怎么了 这道好 二位 一位回官 一位回营 各自全都开始纳闷 这时啊 韩荣 把免战牌高悬呢 韩荣一想 这仗不能打 怎么 余话输得那么惨 让人一黄金棍 差点给砸死 陈其啊 吹了半天 倒是捉住几元战将 可是呢 这回又遇上敌手了 这还怎么打呀 你要是杀出官去 一不留神 人家要抢前一步 冲你哼上这么一声 你说你可怎么办 哎呦 当时四水官前 哼哈二将这一战呢 简直是传为佳话了 哎 这个四水官高悬免战呢 江丞相 江元帅 也不想打了 怎么回事 这仗 都打出乐子来了 啊 我说郑伦将军 你说这怎么回事 郑伦一听 不应 我得跟元帅 您告两天假 什么意思 回山 问问我的老师 只有我一个人会 哎 这这这 怎么会 出现 这么一个人物呢 就在这时 青龙关 夹蒙关的战报过来 送战报的 来到大帐里边 一见元帅 把战报往上一地 子牙不看 这个战报则已 一看 江元帅 大叫一声 当时 坐在那椅子上 站不起来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这是 两边的文武 面面相去 一个个 你瞅着我 我看着你 心说 这是不祥之兆 元帅 这是怎么了 脸都变色了 看来 青龙 夹蒙 两官 战事不利 当时啊 陈医生有打这帅案上 把这战报拿过来 这么一看 机灵打个冷战 当时啊 俩手这么一扶 这个帅案 算站住 要不然 要不然 这位 散医生 大夫 就得一头栽的呢 怎么回事 青龙夹梦两官 去攻打这两官的 主帅 那是开国武成王 黄飞虎啊 是大帅 红锦 和冀州侯 苏护啊 青龙官前的 武成王 黄飞虎 武成王 在阵前 联丧三子啊 他的长子 黄天化 还黄天鹿 黄天祥 清歌撒 让人家都给斩了 把手机高损在关口 武成王黄飞虎啊 一口血吐出来 现在 病倒在军中 是曲官不向 那么夹梦官这 红锦元帅 也吃了败仗了 这仗也没打好 不仅吃败仗 最为可怜的 是他的副手 就是攻打夹梦官的副帅 冀州侯苏护 叫人家给捉进了 夹梦官 这还了得 这要有点闪失 京元帅 怎么向武王激发交代啊 啊 而且 这两边的战将 可不是一般的那战将 确切点说 不是西齐平平常常 一个武将 一位是武成王黄飞虎 那一位呢 是皇亲国戚 甭管这个昼王啊 怎么昏庸 他是当今天子 那苏护 是天子的岳父老泰山啊 你这还了得吗 这武王千岁 都得震怒啊 所以 子牙紧张 他跟那 三医生商量 商量什么 三大夫 我必须亲自 到青龙关去一趟 一个是呢 安慰安慰啊 武成王 千岁 这是多大的大帝啊 三位少王千岁 死在镇前 这丰盛什么样的敌手了 这人有什么本领 那西齐打了多少大仗 打了多少恶仗 这三位少千岁 连根汗帽也没伤 当时也吃过败仗 也被人家给打入过镇中 给困在镇里了 但是 也没有说 把性命打上 而且 三位少千岁都完了 那武成王 黄飞虎 还不急吐血 急病了 等什么呀 我必须亲自去看 哎呀 三一生有点为难了 怎么 不让江元帅去 那元帅放心不下 再说派去青龙关的公关大将 那不是一般的人 是开国武成王 王家千岁呀 起码说也得让江元帅去安慰安慰 啊 那么这时候元帅忙不过来了 怎么忙不过来 是先到青龙关好 还是先到贾门关 冀州侯疏忽 叫贾门关守将 给捉进关去了 这一旦有点什么危险 要是把冀州侯给杀害了 那还了得呀 恐怕元帅也吃醉不起呀 这时候啊 江元帅身旁的那些弟子们 就全都知道了 一个个惊得是哑口无言啊 特别是黄天化与害 这些小弟兄可就都不让了 他们想闯进战中来请令 但是没敢 怎么一看元帅这个神态不对呀 谁也不敢来惊扰 可听说了 说元帅要到青龙关去 这些人悄悄的 到伞衣裳大夫身边 让伞衣裳给求个情 我们想跟随元帅 去争讨 青龙关 那么这儿怎么办 元帅一走 三军主帅走了 那可是 军中之胆呢 那不是轻易 想上哪儿溜的一圈就溜的一圈的 元帅哪儿去了 没事他出去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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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了得 啊 这个人物能随便乱动吗 那么一旦要让四十官韩荣知道了 该怎么办呢 三医生大夫 现在立刻就做好了安排 派龙须虎 守住元门 如果要有来偷盈结贷的 哎 你就拿这个大磨盘 给我蒙甩啊 狠狠的打 一点都不要客气 而且派正伦和土星孙先不要啊 压粮运草了 派这二将是寻营六少 加尽防范 就是没挂这个免战牌呀 那要挂出去呢 就等于给敌军送信一样 可能啊 营中有什么变故 要不怎么好端端把扁战牌挂出来了 那么敌军要来讨战怎么办呢 三医生大夫 也做了一番分析 一个是啊 现在韩荣 啊 锐气有点伤啊 他左膀右背两串将 哎 都没怎么得烟筹 就说这仗打的都不太顺利 陈奇啊 一天半赏不好意思再来了 哎 让咱郑伦将军给震了一天了 这哼哈二将四水关前这一会面 他也知道 我们营中有好多能人 那个于化呢 挨了那铁棒和黄金大棍之后啊 他也得还两天 插着这个空档 让元帅去趟青龙关 是唯唯不可呀 但是 秘密而行啊 哎 千万 不能生长 但是 也得派几个人 啊 保护着元帅 唯恐是路上 有什么意外 江元帅 一听哎呀 先生不必如此 怎么 千万不要为我担忧 你就守好大营 我去啊 安慰武城王起居 然后我就得翻回来 君中不可无主啊 这我知道 我有四不像 啊 跨四不像 用不了好长时间 也就是眨眼的功夫 就到了青龙关 不要为我担心 那样也不行 怎么 虽然安排的很周密 哎 说的也是头头是道 大家也放心不下 这样吧 不用带更多的人 啊 像什么龙虚虎啊 武吉啊 这都不用跟着了 但是您得把杨俭带着 三医生大夫 单独把杨俭叫到一边 好好嘱咐了一番 杨俭一看 哎呀 大夫您就不用嘱咐了 我都记住了 您放心吧 不管遇上什么样的风险 我杨俭都得手当其冲 保护好我家师叔 哎 三医生放心了 白天不能走 等夜之二骨 天骄二骨的时候 冤帅 胯下十四不相 哎 杨俭呢 骑着 他那匹宝马 这俩俩是一前一后 腾空而起 就搬青龙关来了 等来到青龙关 只不这么一看 青龙关前的 哼 那连营战一炸 不下二百里呀 百里连营啊 要讲究排兵布阵 那还比得了武城王黄飞虎吗 那真是禁有方退有法呀 一看 就是一位了不起的 元帅 安排得好 布置得也非常调理有方 但是吃了败仗啊 武城王黄飞虎正在仗中啊 那眉眉灯灯 似睡非睡 难过万分 止不住的眼泪呀 就在这时 拔一下仗连这么一条 大将龙关进来 元帅 千岁 千岁 连叫两声 黄飞虎这么一看 什么事 他以为是有人来 夜晚偷营呢 不是 骑兵千岁 元帅驾到 哎呀 武城王黄飞虎强大精神 让龙魂把他给搀扶起来 他要帐外迎接元帅 这时江元帅到外边就进来 进来这么一看 哎哟 这分别才几千的功夫 这一看 武城王黄飞虎啊 好可怜啊 不像请令分兵 拾回那个精神了 那精神头一点都没了 紫牙 是百般的 是百般的安慰 告诉武城王黄飞虎千岁千万莫要 上火 怎么 这乃是兵家常事啊 三位少千岁于南 这是很不幸的 我带杨检来了 今天我就派杨检到青龙关打探一番 看看是什么人能够把三个少千岁给战败 武城王黄飞虎这才告诉江元帅 说打败我的呀 还不是青龙关的首帅 青龙关主帅根本没动 没出兵 啊 镇前没看他 只是派他手下的战将 也就是青龙关的先锋 叫高纪能 这个人可太厉害了 他背后背了一个大葫芦 把葫芦这么一抖啊 哗的那么一下 就由他里边飞出来 无数之毒蜂啊 疯子啊 哎呀 武城王话没说完呢 杨检在旁边 哈哈大笑